我念大悲咒,果然如愿长高了 我今年27岁 原来我只有一米六四 我是个男孩 有好几年我都没有长个儿了 大约十年没有长 我一直很难过 我相信大家都理解我当时的感受 去年夏天,我从老姑家来 我老姑是修佛的 我从她家拜一本 名叫《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图论一经》 拿到家 由于比较矮,没有女朋友 我无聊时就研究佛学 也知道佛法不是迷信了 但这次很认真 佛门咒语中有一个咒语叫大悲咒 是观世音菩萨为让众生离苦而宣说的 持送的人有种种利益 其中有一条是可以满足众生一切愿望 但必须如理如法地去求 我就按照经上说的 若众生献世求愿 与三七日静持斋戒 送此陀罗尼毕国所愿 我按经上说的做了 后来又拿了两千元放生 有好几次我都想吃肉和手银 但是为了长个我都忍了 现在想想当时还是真有毅力 后来到第二十一天的时候并没有感觉 可是到第二十三天夜里 我梦到被一个老人踢了一下 醒来以后腿有些痛 又过了大约三个多月 这期间我也没有破见 可能是已经习惯了吧 可是有一天早上起来 我妈突然说我长个了 我一凉是一米七九 这下我妈不信佛也信了 果然佛门无妄语 那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千处祈求千处应 苦海长作度人舟 但一定要如理如法 诚心至极的去求必有感应 若无感应 要问问自身是否真的真诚至极 随喜功德